请合掌 请放掌 第二十一首记 安乐佛国诸菩萨 夫可宣说随智慧 于己万物亡我所 净若莲花不受尘 往来净止若泛舟 立安为物始地末 笛己由空断二想 燃智慧剧照常夜 三明六通皆已足 菩萨万行观心眼 如是功德无边量 事故至心投面礼 安乐佛国诸大菩萨 凡有讲说 宣扬佛法都随顺 如来智慧 他们对自己 以及一切万物 没有了我和我所的心 我所就是属于我的这种想法 比如说什么叫 余己万物呢 我的身体 我的房子 我的国土 我的企业公司 这些都属于叫我 就我所 我的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那么这些菩萨呢 他已经没我的这些东西了 也就是破除人法二之 余己万物汪我所 净若莲花不受尘 心地清净 智慧清净 就好像洁净的莲花 莲花你看 他这个早晨到莲花池去看 莲花非常的干净 尘埃都落不上 水珠都滴不上 你看有水珠 哪怕你浑水 你看这个荷花叶 如果水是浑浊的 但是你想染这个叶子 它又撑油一样 它就是也染不上 它是干净的 莲花出污泥不染 往来净止若泛舟 这止呢 他这个菩萨的自在随意 若往若来 若净若止 止就是 净就是运动 止呢就是安息 打了个比喻 像 水上行舟一样 那么水上行舟呢 显示它这个自在安乐 舒适的相撞 利安为物 是利安乐众生 作为他的使命 作为他的职责 舍狄默 狄默 这个字呢 适合的是 读音的话 在这里啊 它是一个多音字 应该读着迪 还读地啊 还是迪啊 第几声啊 给查查看 那么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莫就是身苏 迪呢 就是亲密 就说菩萨 他利益众生 安乐众生 救度众生呢 没有彼此 亲疏之分 没说 你给我中午 供养了几个水果 对众生啊 都是平等的 冤情平等 就这意思 比己有空 断二想 比己就是人我是非 人我 比就是别人 己就是自己 就是空 这个人我见解 是非啊 这些呢 都已经空掉了 那么断二想 到底指什么二想呢 没有一个 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啊 那么这里呢 如果按照上下文的意义来讲 可能就指 说是无人无我 这样的意思 没有人我之想 没有这种 二元对立的分别 有人有我 有是有非 有能有所 那这样呢 就落在 这个二 二想当中 佛菩萨呢 度众生啊 都是安乐佛国 诸菩萨 都是一如平等 所以讲 比己有空 断二想 燃智慧剧 照常业 为救度众生啊 燃起大的智慧光明 像火炬一样 照破慢慢成业 三明六通皆已足 菩萨万行 惯心眼 菩萨修度修行六度万恨 这六度万恨呢 这里用一个菩萨万行惯心眼 这词用得很好 就是说这一心 总摄万行 这个心就是菩提心 慈悲心 怜悯救度众生之心 眼呢 代表它的智慧 在眼下面呢 说了是五眼 五眼俱足 如是功德 无变量 世故之心 头面里 那么这一段呢 它是根据 《无量寿经》 我们《圣教级》 第一百页 大家可以翻到 我们稍微简单的 说一下 这一段主要讲的 就是菩萨 安乐佛国的菩萨度生的事业 我们第二首 二十首记子呢 是说它上供诸佛 这里面就属于下化众生了 那怎么化众生呢 就讲了自利利他两方面 一百页说呢 佛与阿难 生彼佛国诸菩萨等 所可讲说 常宣正法 随顺智慧 无为无失 就是佛讲法没有失误 没有跟事实状况不吻合 也没有呢 不对根基的 叫无为无失 于其国土 所有万物 无我所兴 这讲 前面说了嘛 于己万物 亡我所 无染着心 那么这无染着心呢 他用了 净若莲花不受尘 这句话来形容 没有染着 去来净止 情无所系 随意自在 那么这个呢 他就用了 往来净止若泛舟 在很自在的 在水面上啊 轻松自在的 划着小船 这就是我们这一边 就感觉那种 示意的感觉 就在情无所系 情无所系 没有固定的说 让我们就是 情感有所系附 我们在这世间 你不都情有所系吗 母亲一定给儿子拴珠啊 这百分之百的 那当家是一定 给庙子拴珠啊 这也百分之百的 这你到了 你肯定系在那个地方嘛 情无所系 当然菩萨 也可以说情系众生 那么虽然情系众生呢 他已经是 就是立安唯物始迪末 比己由空断二想 所以所谓的情系众生 也是无所系 但是我们没那样的智慧 他采用这个泛周啊 来形容 情无所系 随意自在 无所谛 无比无我 无尽无送 这就说 比己由空断二想 下面呢 就是燃之会 俱赵长叶 就说这一大段话 三明六通 皆一族等等 那怎么说呢 余祝众生 得大慈悲 饶意之心 这些词 我们读一读就很好了 因为我们专门讲学 无量寿经时候呢 在详细说明 你看对众生 佛这个安乐国土的菩萨 对众生什么样的心啊 愚知众生 得大慈悲 饶意之心 以大慈悲心来饶意众生 只想给众生利益 给他丰厚的利益 饶意 柔润 调腹 无愤恨心 对众生啊 都柔软 润泽 这个 毫无 刚将 就是 调顺 柔腹 没有任何的 火气 没有奉恨 无奉恨心 离盖 清静 无厌待心 离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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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吗 盖就是 谈盖 盖就是 烦恼的意思 盖不是 这个 就是佛法的 常 就是常规名词 不要看错了 离盖 离什么盖啊 盖是 就是 就是 覆盖 我们叫 五运 五运 烦恼 这个 五运 覆盖 身心 运也是 一个意思 运 色受 想行 时 运 就是说 这个 也是 累积 把你盖住 这个 烦恼 在佛教里面词 特别多 同样名词 特别多 烦恼 是我们最了解的 又叫 成垢 成垢 又叫 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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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就把你盖住 覆盖真性 让你的心地不能明朗 不能明见事实 又叫做漏 有漏 漏 就是这个 让我们真性留住 不能够有漏功德 漏掉了 都是你的幸福 又叫做这个结 结就是 打结样 把你心里边 扣上一个结 让你捆复在这个缩不见 又叫做使 使就是被他做驱使 你不能自在 又叫做窗 就烦恼 又叫做窗 这多了词 离盖清静 远离一些烦恼 内心呢 清静自在 无厌待心 对众生啊 从不厌 从不厌烦 从不懈怠 无厌倦的 无懈怠的 利益众生 我们还没做点小善事 觉得够了 就厌怠了 没得到无声乏忍嘛 难免难免这样 等心 平等 这个等心啊 非常舒服的 你说我们在地上站 如果这个地不平等 你站能舒服吗 你肯定不舒服啊 说你站 不要站平地上 专门站个大斜坡 站了很不舒服 那我们人都是以心 我们都是以心啊 作为立场 我们是 其实是站在心这个地方 但你心不平 那你能舒服吗 你看自己的儿 就比别人好 这心就不平啊 我家的房子怎么样 你心不平 人都不痛苦啊 你点点滴滴都在痛苦 因为你的心不平 你看众生也不平 你心不平 你心不平就痛苦了 因为人是以心 来生存的 你不是站在土地上 还是站在你心里边 心不平 当然痛苦啊 那菩萨呢 他等心 这等心啊 这自己也舒服 对众生当然 也没有闹是非 也不会说 搞一些那个 纷争出来 因为他等心嘛 圣心 圣呢就是殊胜 身后 众生啊都有那种 非常喜悦啊 这种身心怜悯慈悲 不是那么浅的 圣呢不是卑劣的 定心 爱法 乐法 喜法之心 这是非常尊贵的 是法 谢托之法 成佛之法 都有无限的爱乐 灭住烦恼 离恶去心 究竟一切菩萨所行 具足成就无量功德 得身传定 诸通明慧 就是讲三明六通 皆一族 皆一族 诸通明慧 诸通就讲六通 明慧 就讲三明 由至弃绝 由至弃绝呢 就是弃绝 就是弃菩提分 就是叫弃绝之 由至弃绝 修行佛法 下面讲五眼 菩萨万行惯心眼 这讲右肉眼清澈 弥不分了 就是眼根清澈 看什么呢 非常清楚 这个眼睛清澈好啊 就像我们这个照相机啊 像素 像素如果浅呢 你看这相机啊 拍的照片就不怎么清楚 如果像素很高啊 非常清晰 弃绝放多大 都非常清晰 弥不分了 没有不分 分别明了的 天眼动达 这是肉眼呢 天眼通达 无量无限 肉眼 虽然看得清晰 但是墙挡住了 墙过面也看不着 那么如果天眼呢 就可以无量无限 圆圆精硬 所有都能看到 也可以穿墙无外 那天眼就更殊胜了 天眼就是天人 它有点神通 法眼 法眼更殊胜了 法眼就是责法眼 就对法 有 有 鉴别的眼力 法眼观察 究竟诸道 对于修什么法呢 断什么烦恼 点点地都非常清楚 明了 该怎么 去修行 法的道路 那于法眼 第四呢 就是慧眼 慧眼就更 慧眼见真 慧眼就是见真 什么意思呢 见到真实 证物诸法实相 破除人我 这个法直 法眼只是你见到法的修行路径 那么法眼再进一步 法眼见真 得法眼镜 得法眼镜呢 就是出国 就是法眼镜 见到位 还是见到了 那么 真意慧眼呢 就是 就更进一步了 见到真实 真实就像是一切万法的 本来面目 就是 法性击灭 这些 能度彼岸 有慧眼才可以度到彼岸 那么慧眼见真呢 阿罗汉 菩萨也见到一分真 还没有彻底圆满 所以到佛眼 佛眼具足 彻底 通达 圆满 绝了法性 一切 无不朗朗 明了 这叫佛眼 就是无眼 无眼通达 以无外智为人眼说 等观三界 空无所有 至求佛法 聚逐辩才 除灭众生 烦恼之患 从儒来生 解法儒儒 就是说 这些菩萨呢 是从佛的智慧所生起的 叫从儒来生 那么也有读 从儒来生 儒就是真儒 这个法性 从这儿来 解悟的 当然我们读 从儒来生 可能更好 我们念佛 是从儒来生 是佛子 那么当然从儒来生 从佛而生 所以解法如如 从佛来生的 善至极灭 因生方便 善至极灭 这个极灭 在这两个字呢 是代表 四地法门 就是说 苦极灭道 极是代表 烦恼之音 灭呢 就是 极是烦恼的生起 灭是烦恼的灭除 就是说 这些菩萨呢 知道众生的烦恼 生起 以及灭除的方法 因生方便 因生是做一种方便 因为众生啊 要讲因生 要说法的 菩萨之间 倒用不着讲话 不兴事与乐在正论 如果讲话呢 对世间的语言 对世间东西啊 没有耗耀 不感兴趣 所讲的法 什么叫正论呢 就是能够解除 我们的烦恼 能让我们 究竟得解脱利益 能够成佛的 这是正论 除此之外 都是闲话 杨阳经常问说 哎呀 佛什么 天上地下都知道 年大海里滴水 过于一百年 还把他取出来 那 那么都知道 怎么不知道 现在发明 搞电脑呀 发明手机呀 飞机呀 那你这么 佛经常都没讲这事啊 佛是 不兴事与乐 在正论嘛 这个都是事件语言 什么经济啊 政治啊 科学啊 什么历史啊 人文啊 这些话 但是佛法当中 只要你要跟解脱相关的 才说 所以佛就说了 我所知法 那个无量无边呢 能够说的只是 佛没说的法 就是大地之土啊 说了的法 只是小指甲盖 这么点土多 不是说知道都要讲 没有意义的不讲 所以专门问佛 是斯难佛说不回答 因为对你没有意义 修读善本 自从佛道 这些法 皆系极灭 深深烦恼 二余俱进 这极灭两个字特别好 什么叫深深烦恼 二余俱进呢 深深就是我们这个色身 烦恼呢 指我们的心 鱼呢 就说 像我们轮回的众生 他就是有余不尽 这个身 虽然死了 还有去投胎 还有神识 再投胎 就不尽了 那么烦恼呢 只是暂时的 辅助那里 就是好的 烦恼啊 就是断不干净 所以像菩萨呢 他不一样 这些安乐国的菩萨 不管是身心啊 这两方面都干净了 就彻底清净 闻生深法 心不一句 常能修行 我们要听到深法 就一句了 一般的人就这样 一句是怀疑 句就是恐惧 哇 一切都空了 那怎么办 啪嚓 掉地里去了 那不麻烦了吗 你就说 罪恶众生 造罪凡夫 念佛有种往生啊 怎么会这样呢 那不天下大乱了 一句 圣神法 所以念佛这一句名号 能够度一切众生 到净土成佛 刹那之间都论 怀疑恐惧 怀疑 怎么可能这样 然后就害怕了 那天不要塌了吗 那更不要谈修行了呀 大悲者身缘为妙 弥补福宰 究竟一趁至于彼岸 决断以往 会由新出 于佛教法 盖落无外 智慧如大海 三昧如山王 山王说明他呢 这个稳定 坚固不动 可以作为依靠 大海说明他的广大 慧光明静 超欲日月 清白之法 具足圆满 犹如雪山 照着功德 等于禁锢 犹如大地 尽会好物 无异新锢 什么叫犹如雪山 照着功德 等于禁锢 就是佛 这个菩萨的功德 像微微的雪山 你看这个雪山呢 下大雪整个 叫千山鸟 飞绝 万静 人宗灭 整个天地啊 全部给大雪覆盖了 那你看上去 就是平等的 纯一的干净的 这个镜像 这个下大雪 如果全山覆盖啊 这个是非常好的镜像 人在这个状况下 你的心会自然清静 我也写过一篇 关于下雪的文章 就是你看这个大雪 因为它没有 第二个颜色 让你去分别 你想分别 也无法分别 甚至远近啊 这种立体感都没有了 整个啊 天苍苍也茫茫 就是天地啊 苍茫 就是一片洁白 消除了你这种 远近啊 颜色啊 还有立体啊 还有这个 这个这所谓的 差别的消除 消除 让你心里边呢 仔细一些的烦恼 所以我们平常 就是深深浅浅 远远近近 红红绿绿啊 都闹腾 就算挺好 一大雪之后 那个雪花 没有声音 你有什么小烦恼 去飘 压主压主压主 一直就给你 你所以下雪的时候 你站着看那个雪花往下飘 你就非常舒服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南方人是没有的 哈哈 没有那个 这好的感觉 这个犹如雪山 照住功德 雪山它有一种 这个光 这种光呢 照远照近都是等于平静 干净清静 那么菩萨的功德 来看众生 你众生哪怕你再怎样的 乌绰 乌晦 但是给雪山功德一照 等于静谱 就给你照干净了 下大雪 你说哪里干净不干净 全都盖住 什么一个毛坑啊 什么一个死猪啊 什么一个浮草 拜续啊 大雪一过 你看一片干净 这么就盖住了嘛 阿弥陀佛的无量慈悲大雪 你什么小罪过 全部给你盖上 哎呦了 干净了 犹如大地 尽会好物 无一心过 这个大地呢 你看就是佛菩萨的心 像大地一样 你清静的 你误会的 你好的 你鲜花 你独草 它都呢 平等 宰赫 没有第二条心 没有一心 这就是大地 这是显示柔软慈悲啊 平等啊 犹如净水 洗出尘牢 这够染固 菩萨的心啊 像清净的水 水有什么功德呢 能够洗出尘牢 洗出我们构成 让我们干净 犹如火王 烧灭一切 烦恼心骨 大火啊 能够烧灭一切 这个心柴 佛呢 菩萨这种 智慧三昧之火 能够烧灭众生 一切烦恼之柴 所以你看我们这烦恼 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没办法 对佛菩萨来说 好啊 有柴啊 烧 好 这烦恼心 你看 很简单 就给你烧了 啪 烧炸了 烧了起火呢 还何反应呢 还烧出能量出来了 众生的烦恼 给阿弥陀佛 佛菩萨的智慧火一烧 烦恼还变成了 度化众生的力量 你要没点烦恼心 还烧不着 所以佛菩萨看众生啊 视为宝 看阿罗汉说 焦牙拜种 灰身灭制 火星都没有灭了 没有火力 好 这是个禅 虽然有点湿气 没关系 考一考 所以 金中说啊 一切烦恼是如来种 这是成佛的种子 犹如大风 行住世界 无障碍固 这个风啊 这个大风不是小风 大风从世界通 风啊 行空中 哪有障碍呢 然后说 犹如虚空 于一切有 无所捉固 虚空 虚空 你说你这有一个桌子 有一个板凳 这是人讲的 有一个房子 有一座山 虚空对这个有 并没有执着 说啊 这里有一个山 我不能放 我不能放 没有 虚空就是 无障碍 一如莲花 一助世间 无染无故 这些呢 都是很好的形容词 几下不读了 你们回自己读去 第二十二首 安乐声闻 菩萨众 仁天智慧 显动达 身相 庄严无数意 但顺他方 顾列明 严荣端正 无可比 精微妙区 非人天 虚无之身 无极体 事故顶礼 平等力 那么这一段是说呢 安乐净土的 五称 平等的 平等的 相状 这一段啊 他 先看 先看 我们简单的吧 文句通一通啊 安乐佛国的 身闻大众和菩萨大众 以及 仁天大众 这个 因为是寄语嘛 他七个字一句 七个字一句 所以这也就一个 豆耳化中断了 那么大家读的时候呢 一定要知道 都是起 很前面 连在一起的 安乐身闻菩萨众 仁天智慧 咸动达 前面忘了 这个仁天智慧 咸动达 那么身闻菩萨呢 忘了 不是 他还说什么呢 安乐佛国 身闻菩萨 仁天智慧 咸动达 这意思 就是仁天 仁天的智慧 那么跟谁比呢 跟前面的身闻和菩萨 来相比较 都是一样 咸就是 全部 动是动彻 达是通达 没有障碍 身相 庄严 无输意 这也是 接到前面 主语是谁呢 安乐佛国的 身闻菩萨 仁天 他们的身相 庄严 没有差别 叫无输意 但顺 这还是要接到前面读 安乐佛国的身闻菩萨 仁天 那为什么你都没有差别 智慧也没有差别 身相也没有差别 内在智慧 外在身相都没有差别 你干嘛还要叫那么多名字呢 要叫身闻 圆爵菩萨 还有仁天 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 它是有差别的 菩萨庄严 那么凡夫 仁天 就是凡夫 它名字不一样 身闻是 正四 四地法门 圆爵是 十二因缘法 证物 那菩萨呢 六度万恨 他们的内在证物的觉悟 智慧 还有外在显示的身相都不同 才有这些名字 那么在极乐世界既然一样 那么都叫一个名字就好了吗 这里就说出几个字 但顺他方顾列明 随顺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他方什么意思 相对极乐世界 我们就属于他方 你站在极乐 安乐佛国菩萨的一场说 这是他方 他方哪位 特别是苏布世界 你跟苏布世界中心讲话 你得顺他讲 你得讲 有这个不同的名字 他听起来说 嗯 这还差不多 你跟人的讲人话 跟鬼的讲鬼话 对吧 跟菩萨的讲菩萨话 跟净土的讲平等话 你都苏布世界 你讲平等话能行吗 入乡随俗 就得讲 讲那些不平等的话 愿意对一条蛇 你说 你蹦 这蛇 他听不懂 怎么蹦 怎么蹦打 难说 哎呀 如果这样 你瞬地溜的可快了 谁一听 哎呀 好懂 听得很懂 是吧 你这个坐马子 那赞马 他就是蹦着走 你说 哎 你顺地溜 这赞马 哎 难懂了 怎么顺地溜 没法溜啊 你再说 哎呀 你再蹦着 飞快 咋也蹦老高 这是 他的细性特点 就这样 所以对苏布世界众生啊 就要 但顺他方 顺了他方 顾列明 我们苏布世界说话 都要按一个名字 不按名字 没法说 所以要列就是 排了一个名字出来 那么在极乐世界中 他哪里用来按名字呢 用不着的 啊 就是神光离象 不可明 没有名字给你 那没有名字 怎么说话 怎么交流 他也不用说话 那不说话怎么办 不说话就那样办 本来他极灭 一心揽造 什么都知道 后想都知道 信息完全通达 颜容端正 无可比 安乐圣文 菩萨仁天 还是一样 一定要放得起 他们的颜 面颜 非常的端正 庄严 无可比较 没有办法来比喻 说明 苏布世界呢 没法比 说天人呢 长得非常美 这个 说我们下面呢 人无法相比 那天人要跟 极乐世界众生 颜容相比啊 那就差太远了 精微妙区 非人天 那么他的身体呢 这是讲他的容貌 他身体本身来讲 也不是说我们这样的 肉体凡胎 他说用这几个字 精微妙区 微是微妙 微细 精是这个精 精华 妙区 就是这身体 总之讲 就不是肉体凡胎 不是我们这样的 粗略 构然的身体 所以不是 非人非天的身体 我们讲天人身体 就非常清静了 天人啊 色神清静啊 那跟极乐世界比 那没法比 那么到底怎么了 他的身体什么样呢 只能用这样来说明 虚无之身 无极体 虚无之身 无极体 虚无和无极 就是讲 就是法身 形容法身的境界 像虚空一样 便达一切 这个法界 所以叫无极 我们讲身体啊 这什么身体 虚无之身 无极体 事故顶礼 平等力 那么这样 智慧也一样 这里讲的平等 有几个平等呢 那它有几个词 弦 弦是 结 同 也是结 这都是一样的意思 一类 它说 动 无一 无数一 这个 下面 它这段经文呢 它是根据 这一段的寄语啊 是根据无量寿命经文来的 无量寿命经文在八二七页 八二七页 启诸身文 菩萨天人 智慧高明 神通动达 弦通一类 行无异状 但音顺于方 固有天人之名 固有天人之名 后面呢 还有沈雷浩 固有天人 身文菩萨 等等这些名称 言貌端正 超是稀有 容色为妙 非天非人 所以它说 金为妙区 非人天 接受自然虚无 置身无疾之体 那么最后一句呢 是谭卵达尔加的 事故顶礼平等力 它加这句说明什么呢 这 这一段经文呢 主要讲的就是说 五称平等 那么这种平等 是谁的力量 让它平等的 是阿弥陀佛的力量 所以是平等力 就指阿弥陀佛 不是他们自己修行 能够平等 你仁天跟身份跟圆绝 你怎么能平等呢 像我们这样的 凡夫众生 你跟大菩萨 你凭什么跟他平等 你凭什么 你要不念佛 你怎么能跟他平等 你没办法呀 你凭什么 凭念佛嘛 凭什么 凭平等力呀 就会平等了 不然这说不通的 那么有几个平等呢 智慧平等 是吧 神通平等 他说智慧高明 神通东达 贤通一类嘛 智慧平等 神通平等 身相也是平等 严容也是平等 从内在 外向 内在智慧神通 外向的身相 严容都一样 那么用了几个形容词 叫贤同 贤也好 同也好 接受 这都是一样的 然后一类 贤同一类 一类就是一模一样 行无异状 无异 不也都一样吗 那最后说 虚无无极 这都讲一样 那么这里呢 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 一个启发 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所谓的 因顺于方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概念 就当我们看到 就当我们看到净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是对我们 娑婆世界众生 所讲的 是随顺我们 众生的语言 思维 逻辑 习惯 这样来表达 所以 因顺于方 并不代表净土 就仅仅是这样子 完全不足以形容 所以我们如果 有这个概念呢 那我们看了 看了 看了地方 你就心里边 就能够 这是因顺于方 为什么讲 三倍九品啊 为什么讲 什么身份圆诀啊 这都是讲 因顺于方啊 为什么讲 花盖小者四百里 乃至 乃至便富于佛界 为什么还有大有小啊 因顺于方啊 所以你理解不了的 你就想到 因顺于方 这说不世界的事 然后我们也一样 你讲平等 我们想到平等 就一模一样 不要有差别 高癌都一米八 这就是因顺于方了 这说极乐世界 不是这样 一米八跟一百八十米 也是一样平等 那就想不通了 当然想不通啊 你智慧没有动达嘛 你不要讲身文 你身文这个词 在极乐世界 是用不上的 因为身文 所谓身文什么 就是在苏仆世界来讲 我们的三界之内 三界之内内 有这些苦恼 所以呢 解除三界的苦恼 跳出三界之外 这叫身文 极乐净土 本来就是非三界所设 本来就在净土之外 他谈什么跳出三 他不要讲身文 讲了没有意义了 对吧 你比如我们现在讲说 这个 达到小康 你家里边 温饱没解决 你当然说达到小康 还有意义 每一家都是百万富翁 一万富翁了 你看说达到小康 那啥说 什么意思呢 说话没有意义了呀 就不存在那种状态 有病则于药 无病则没药 因为我们这是三界啊 有三界的 这种烦恼窗路的病 才要有 断烦恼 正身文果 这样的必要性 到极乐世界 都不谈这些 这里讲平等力 记住啊 平等力 那台湾大师 总是把这一切 到最后都归到 阿弥陀佛的功德 不是菩萨自己有这样的 或者身文人天 自己能达到这样 因为从哪里 就是平等力体现呢 就是四十八元当中说 往生极乐 怎么样呢 无有好丑是吧 身皆精色 你不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让我们这样的吗 包括智慧啊 神通这一切 在四十八元里面 都已经说好的 第二三首 感能得生 安乐国 皆惜注意 镇定句 邪定不定 启国无 诸佛贤赞 故顶礼 这首季呢 是讲往生的鸡肋 前面 就往生这么多好处 到哪些人往生呢 这第一句啊 就是三个字 感能得生 安乐国 前面三个字 感能得 有的人一听说 往生安乐国 他不敢去 不敢 不敢几个 一个就是怕死 这是一种不敢 第二说 我这么大罪过 我这么烦恼这么重 我还能去啊 想都不敢想 所以他不敢 发不了这个心 到底发不了菩提心 你们敢不敢 你们敢不敢 哎呀 勇士 这就是敢 好 一鼓动 我敢去了 敢去 那能不能去呢 能 就是能 能是种可能性 那到底 有去没有去呢 得不得呢 得 所以敢能得 它是三个词 它有次序的 敢首先是发心 我敢去 我也有这个愿望 然后有愿望 你还有可能性啊 比如说一个大汗 敢不敢过 想敢 敢怎么去 船也没有 搞一个小船 小批划 能不能过 半路上翻了 敢能得 敢往生 能往生 可能往生 得到往生 这得字 扣定了 敢能得 生 安乐国 节系 注意镇定句 这节系 注意镇定句啊 已经前面 合在一块 读 那么我们可能会读说 生了安乐国的人 只要往生 安乐国的人 都注意镇定之句 那当然 毫无 无话可说 肯定这样 那么其实呢 前面三个字 只要你敢往生 只要能往生 只要得往生 这三种人 都属于 注意镇定之句 注意镇定之句 你都不敢往生 那个敢也是假的 心里没那个勇气 保证你百分之百往生 镇定句 镇定句什么意思呢 镇定句 就是百分之百成佛 这叫镇定句 这一般的通途教理 那么以我们净土来讲 从果上 就到净土 镇定句 这是无话可说 到净土啊 都是决定成佛 这是第十一院 所规定的 第十一院说 受我得佛 国中天人不住定句 避之灭度者 不去证诀 住定句的目标 是避之灭度 因为要避之灭度 所谓讲住镇定句 所以他的 这个十一院的院体 是讲避之灭度 不是一镇定句 作为他的一个院体 这是呢 因为在我们说 这也是英顺于方 在搜谋事件 那么你先要住镇定句 就不退转 然后才可以避之灭度 所以也是这样的 顺着我们的语言习惯 和思维逻辑 讲这个 但是目的是讲 避之灭度 到极乐世界 当然这样 那么其实在果上 在因中 在此界 你只要敢能得胜 安乐国 你也注意镇定句 这是往生的积累 就专修念佛 你仰靠 安弥陀愿力 就百分之百往生 没有一个遗漏 就是说 这是镇定句的 因中 因中以得 所以在搜谱事件 说现身不退 不一定是到净土 我们有相当充分的 我们有充分的经论式证文 来证明现身不退 协定不定 起国无 这起国无呢 从字面来看 就是极乐净土 没有协定句和不定句 协定句是说 决定不能成佛之人 不定句呢 是说 有因缘就可能成佛 没有因缘就 就不确定的 两者之间 极乐世界 当然没有这些 个个都决定成佛 那么我们在搜谱事件呢 如果我们念佛 其实我们也属于 极乐国的人了 也属于七国众生 因为 比佛受命 极其人民 我们都算是极乐净土的 所以说呢 同意念佛无别道 远通法界皆兄弟 人虽然还在搜谱 但是呢 这个搜谱消耗 极乐报道 我们的国籍 已经是挂在极乐净土了 所以你念佛之人 极乐莲花有你一朵 上面有你名字 起了你的户籍 圆珠珠地 搜谱世界 南颜富提 什么什么什么年代 出哪个地方 第二四手 第二三手 是往生鸡肋 那第二四手 说往生正阴 怎么能够注意正定据 靠这个呢 这首记啊 我们说过了 二十四手 二十七手 二十四二十九 都讲跟教理相关的 不过虽然讲教理 它也非常简略 因为它不是一种 长行散文的解释 寄语的解释 诸文阿弥陀德号 信心欢喜庆所闻 乃记一念至心者 回向怨生皆得网 为主忤逆办正法 过鼎礼愿往生 这首记呢 是解释第十八页成就文的 十八页成就文在九十一页圣教集 他说诸有众生文心名号 信心欢喜乃之一念 至心回向怨生彼国 既得网生诸不退转 为主忤逆非方正法 所以基本上是一样 不过呢 我们来对比一下 诸文阿弥陀德号 诸就是诸有众生 也就是所有一切大众 只要有那个听闻到阿弥陀佛名号 不过这里呢 他加了一个德字 这个特别重要的意义 那么经文说诸有众生文其名号 你文如果你虽然文 你不能觉得阿弥陀佛的功德圆满 能救度你 这个文等于没有文到 所以诸文阿弥陀德号 他这个名号当中是有无量功德 是真实清净 无量功德名号 清净宝珠名号 无量光寿名号 那么这种德呢 这种菩萨累世所及 吉利菩萨无量德行 也是令主众生功德成就 这些功德是让我们平等拥有的 这样听闻叫做诸文阿弥陀德号 信心欢喜是一样的 庆所闻 这是加了三个字庆所闻 那么信心欢喜 说哎呀 我今天听得挺高兴 听得高兴 那往事能力一定满 那不一定 丑死 那是啥高兴呢 因为法师讲了几个故事 所以庆所闻 他心中感到很庆幸 哎呀 我本来六道轮回的 我我这罪过这么重 烦恼这么重 哎呀 终于非常庆幸啊 居然听到了阿弥陀佛的救度 这个无条件主动评论 无条件救度 庆所闻 这叫信心欢喜 就是对你所闻的这个法 阿弥陀佛的德号 你感到庆幸 知道自己呢 往生一定 生死已了 成佛在握 这叫庆所闻 乃至一念 智心者 他 乃至一念是一样的 不过改了一个字 叫这个字读记 记啊 意思也是一样 也跟智是一样 那为什么要改呢 这是文法表达的需要 应顺于方 如果乃至一念 智心者 读起来就有点 智智智 这舌头就有点 不灵贯 所以呢 太阳大师呢 他很慈悲 换一个字 乃至一念智心者 这读了不就爽了吗 这意思 这智心者是什么 智心回向 所以他底下呢 也是为了 文词的需要 加了一个者 乃至一念智心者 你有一念智心 回这样的人 智心就是真诚心 真实心 因为我们 信心欢喜 听到阿弥陀佛名号 信心欢喜 信所闻 你自然从心中啊 就会 起这个 乃至一念 真心 这样的心发起来 哦 阿弥陀佛救度我 那我就一念 归命 这一念不代表一念 是代表 相续 永永地练下去 回向愿圣 皆得网 所以这 静文说呢 智心回向 愿圣 毕国 急得网 生 静文是说 急得网 生 急得网 是显示 他的时间上啊 没有 不是别时宜 不要等到 多长时间之后 时间的 那么 那么急得网 生呢 是讲 配对前面那个 诸文 阿弥陀德号 说一个都不漏 这两个 如果来看 就更加清楚了 那么 所有急得网 生的人 也是急得网 生 那么急得网 生的 不止哪一个人 是所有人 都是急得网 生的 所以呢 对照来看 最后说 故我鼎礼 愿网 生 我谭卵 我们前面说过了 只有这首 记子里面 谭卵大师 说了 故我鼎礼 愿网 生 也就是知道 谭卵大师 他这个愿网 生 他从哪里 生起来的 就是根据 这第十八愿 阿弥陀佛的名号 所以网 生的阵音 就在这条愿 那么这个愿 里面说了 唯俗物理 诽谤证法 这就 积身性 那么 回向 怨生 接得网 等等 那个讲的 就是法身性 所谓的 信心 关系 亲所闻 亲所闻 为什么会 亲所闻呢 因为你这样的恶机 如果他本来 就是阿罗汉 他本来就是大菩萨 他当然听到就无所谓 他没有无所谓 亲所闻 你是穷人 现在说 马上发钱 那你亲所闻 你家里面钱多了呢 发那个钱 我还看不中 你都不会亲所闻 所以这里呢 显示谈论大师 他这种 信仰 产生 从哪来的 就来自于这条愿 比如我们愿望生 他这个故事非常重 非常好 所以我顶礼愿望生 那我们愿望生 我们愿望生 我们说前面 我们加一大堆 因为我要修三福 因为呢 故我顶礼愿望生 那你就落空了呀 你靠你的三福啊 又靠你的这个 杂心杂修啊 那愿望生 当然也很好啊 但是那个靠不住 要诸文 阿弥陀德号 信心 欢喜 亲所闻 你这时候发起来的 故我顶礼愿望生 这个愿望生 才是乃及一念 至心者 才是至尘心 身心 回向发愿心 这才是信心清静 这才是真诚愿望生之心 这才是真实的 这个才叫做呢 清静愿望生心 那么这样的往生心 就决定呢 是不退短 决定能够接得往生 那靠我们自己那个 那就是不确定的 所以我们的往生的本钱 我们往生的依靠 都要回归到这个愿当中来 这是整个48元的愿体 也是我们往生之体 这句话放在这里呢 有它特别重要的意义 那我们要想到 往生论 往生论说呢 无量寿经犹婆提舍 愿生计 一开篇 天津菩萨就说 世尊 我一心归命 尽时方无外光如来 愿生安乐国 天津菩萨也是一样的 他为什么愿望生啊 一心归命 尽时方无外光如来啊 也是来自于这首 就是这个第18月 他天津菩萨 为什么愿望生 整个愿生计 也是根据这个第18月 衍生出来 所以说 愿生安乐国 能够理解吗 世尊 我一心归命嘛 那就知性性乐 信心化尽 乃至念啊 我一心归命 尽时方无外光如来 就是阿弥陀德号啊 尽时方无外光 能够破除 我这一切无名啊 第二五首 前面说 颜容端正 怎么颜容端正呢 这里说他的行色 安乐生文 安乐菩萨生文 被与此世界无比方 世家无碍大便才 世主假令 世少分 最近其人并帝王 帝王父比金龙王 如是辗转至六天 四地相行 皆如始 以天色相 欲如 欲于比 千万亿倍 非其类 皆是法藏愿力为 其手顶礼 大心力 安乐国土的身文 菩萨 这里略调了 还有仁天之类 当然仁天这两个字呢 很容易让我们 想到这里的人天 这里呢 就没有说到了 其实仁天也在这个当中 与此世界无比方 在这个世界来讲呢 是没有什么 可以形容它的 没办法比 即使释迦牟尼佛 以它无碍的神通辩才 也没法向我们说明白 所以只好呢 打比喻 设助假令 用这种假设的方法 来给我们打比喻 显示 稍分的 少少的来显示 它怎样的 人天的色相的 庄严 所以要设助假令 是少分 那怎么假令呢 所以假令 这个 奇人 就是乞丐 最贫穷下贱的乞丐 他在一个 威德庄严的帝王旁边 那两个就不能相比了呀 差太多了 差千万一倍 那么帝王呢 人间的帝王 虽然是 殊胜 尊贵 但是要比金龙王 金龙王 转龙王啊 分成四个级别 金银铜铁 金龙王是最高的 金银银龙王 铜龙王 铁龙王 他们各自的 威德势力 还有 教化的民众 地域的广大 是不一样的 那么呢 比金龙王 那又差了 千万一倍 金龙王再往天上的 六欲天 从最低层开始比 刀里天往上比 一层一层 各差千万一倍 说次第相行 皆如始 一直到第六层天 以天色相 那么第六天呢 这个天人最庄严的 以这个天人的色相 来比喻 极乐世界的身门菩萨 圆爵 他们的相貌庄严 那差了千万一倍 非其类 简直没法比 不是一个等级的 不是一个类别 那么这些呢 能够成就这样 色身为妙 是谁呢 不是身门 圆教菩萨自己 皆是法藏 愿力为 就前面说平等力 这里说愿力为 所以呢 齐首顶礼 大兴力 好 回去呢 大家看一看 《圣教集八十八页》 今天我们这堂课到这里 我们这下 Percy 阿弥陀佛